哈喽大家好,今天来分享的是我2018年7月22日去看经济道公开签售会的经历 举行公开签售的商场上午10点才开门,于是我早上差不多9点的时候打车花了一个多小时 跨过一个首尔去到那个商场 去到的时候签售场地外已经围坐了两圈人了 本来是想着到商场来吃早餐的,看到这个场景也不敢走了 就在原地等了5个小时到下午3点签售开始 再过了3个小时签售结束,一天都没吃东西 这张照片是签售准备开始时的样子 旁观公开签售是所有你能免费参加的twice活动中可以最长时间看到他们的活动 所以我中间大概有一个小时没有录像没有照相 用自己的眼睛好好的看了他们每一个人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这么长时间亲眼看着他们了 接下来就是我用手机录的视频了,我就不旁白了 在附在连接上去的旅逻达,就不算出现了 装监备,就是不谈讯家 选择录家,就是不谈讯子 在哪吒监备,就是不谈讯家 一、二、三 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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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真的 年代表演 很多人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今天 我們有準備好 我們的主人 很難看 CAP Mm 要已經終完 把成長表裝回啦 我要把太ategory吊得 remaining 你 你們恭喜你 我 missing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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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